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帮忙打鼓子了 我踩的这个鼓子走 去前边 在我们贵州这边每年九月份中旬的时候就开始收水稻了 因为天气的原因一年的话只能种一季的水稻 我帮忙打鼓子了 因为我们大山这边收锅机开不上来 然后也不充满路 只能靠人工这样甩 绑这个草也需要有技术的 我平时绑的话都是会散开 我一般我老妈我老爸来绑 可以用来喂牛 差不多拍完了 今天这个鼓子里面有很多这个猫死 就是那个鼓子下雨的时候发芽了 然后上面会发霉 就像猫拉的水一样的 我们把它晒干之后把它扫一下 就全部扫出去了 因为它比较轻 因为它比较轻 不让萤火冲在队里逃跑 向前的歌遥远的依靠 放下吧 谁说的你好 鼓子放这里晒个两三天就可以挑回家了 要是现在打了之后直接挑回家的话 特别重啊 晒干了挑回家 刚好可以放在仓库里面 小伙伴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欢子TV 我们下集再见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